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昨天的话周六就休息了一下 所以视频也没更新 这段时间的话我也比较忙 因为我们家的葡萄熟了 要卖葡萄 今天上午好热好热 下了一场暴雨 现在不热了 但是我的家里面也已经积水了 我这个屋里面的顶全部拆了 因为必须要8月15号之前完成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 应该是可以 结果拆了以后就下暴雨 看这里面好深的积水 今天下特大暴雨的时候 我正在葡萄地里给他们撞葡萄 看我的衣柜 我的床都这样包在这的 好像那床垫在地上 在地上还是在床上我也不知道 这会不会发霉呀 这个小木屋的这个墙砖都已经贴了两天了 还没贴完 我感觉这跟师傅贴的技术很好 就是有点慢 本来说的这小木屋修好了 我就搬到这个小木屋里来 但是这个小木屋里修还要好长时间呀 现在又必须要提前完工 所以说我被迫搬去厨房 好可怜 睡厨房 看我现在睡厨房了 今天刚搬过来的还很乱 有没有酒店公寓的感觉 这里面好热啊 没办法 只能睡这里面 因为我也不能回家 我们这儿这么多的葡萄 还有这么多的狗在这儿 还有鸡 我相信以前的话 我刚来这的时候 装修的话 就每天要开车 一个多小时回家 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了 来来来 给你们看一下 我小店现在被拆了的样子 20天以后 它是什么样子了 有没有期待的